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隐藏 满满黄沉 人火世上 真口气 一腔热血 即回平 看罢了 古今多少世 英雄莫闻 莫闻出生 莫闻出生 冰天立地 男子汉 花开花落 乔家人 说情了 悲欢多少情 英雄自顾 自顾万人 无悟 花开花落 乔家人 忽悟 乔家人 忽悟 乔家人 忽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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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县的原话又是这么说的 杨县的原话又是这么说的 请将军施下 一个字都变咯 千万 杨县原话是 左脚踩的看左脚 右脚踩的看右脚 绝不能宽众 皇上原话是 不得宽众 一律众伴 一律众伴 明白了 末将告辞了 王平 陈寨王平 这件罪证你拿去 你刀笔贤熟 你个暗语吧 这可是一个 烫手的山语啊 还得请大人烧死一样 没什么难的 首先通知胡文雍 严刑无状 触犯天威 此次 罚他两年的俸禄 剥夺参政贤 戴罪留任 然后请皇上预批 皇上八成还得宽恕他呢 胡文雍践踏圣旨 其罪不小 杨大人 可是叫让他要左脚右脚砍一支啊 胡文雍哪有践踏圣旨的胆子 打死他也没有 他呀 是中了阳县的套了 再说 皇上要我们一律中半 在中半的前面有一律二次 而我大明律当中 根本没有砍脚这一条 起码暂时没有 找我说的去办吧 皇上啊 实际上是开心 你也不仔细看看 怎么一脚踩到猪皮上去呢 是我不小心 把纸弄到地上去 当时我正在气头上 一不当心 就踩上了 杨县这狗人什么都不说 只是让我恭恭敬敬替他拾起来 您说 我能照办吗 你呀 你是招了他的套了 我不相信 皇上真能堕了我脚 即使堕了 我支这拐子要跟杨县斗到底 关键不在这儿 关键是杨县是皇上塞进来制约咱们的 而且他正在信头上 你当面和他作对 他会去告欲状 说咱们一会儿都和皇上过不去 恩公说的对 但是 如果我们都软得跟绵阳似的 在阳县之小的面前也得微微诺诺的 那么皇上真会龙心大悦吗 说不定 皇上更把我们看成是庸禄之臣了 所以 恩公啊 千万别被他吓住了 该硬朗的时候 就挺起脖子跟他干 真是气盘啊 他很惨 他太哀愁了 这句话 我都不替我 他被带我听说 让皇上 再听说 对 出来 快了 现在 有余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中原厅举办的那个恩科 他们懂什么呀 对对对对 当时朝廷是昏溃 考官有眼无珠 没有看到先生之大才呀 这样吧 大明的首届恩科的大事总监之职 就请先生出任 你看如何呀 皇上 臣当年连进士都没考上 合适吗 再合适不过了 咱哪就让天下学子们好好地看看 在前朝连一个近时没有考上的人 在咱新朝 就能统筹大事恩科 这也是翻天覆地之变化呀 再说 以先生的宰相之尊来出任大事总监 这也代表着朝廷的重视吗 皇上天恩 令臣感慨万千 臣臨敬恨万千 就这么办了 这食材为何如此的脆薄呀 难道这就是恩科大士的龙道啊 谁办的差呀 并皇上 公布助班营造司承办 大士那天 是不是所有的薛子 都要从这条龙道上入内啊 如果让他们踩出个大窟窿来 他们会怎么想啊 聚集天下世子的聚贤堂 竟然是一个糟粕之处违赖之所 皇上醒了 或许 此处用料 是偶尔疏忽 偶尔疏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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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来看看 仔细地看看 这是 这是梁柱 还是棺材板啊 大明的首次恩科竟敢如此之糊弄 朝廷的恩典都让小人们吐吃了 贪官 这里肯定有贪官在做错 好在今天咱踏出个大窟窿来 踏出个贪官屋里来 谁干的 咱们查出来 一定把他给砍了 把他的脑袋就埋在那个窟窿里面 让天下的世子都从他脑袋上面踩过去 臣是恩科总监 臣请皇上降罪 不必 这位总监刚刚上任罪不在你 请皇上放心 臣保证查出这个吃力趴外的东西 那也不必 查贼这事儿 就不劳先生了 杨仙哪 臣在 你在扬州上任之时 不是仅用了三个师臣 是什么 你还要做的 你还要做的 就揪出了那个盗用谷种的贪官吗 臣是 咱想看看你进了京城还管用不管用 杨仙听旨 限你三天之内 把这个狗东西给咱揪出 臣领致 恩师 恩师 查出来了吗 查出来了 公布营造四处是马南山 外号马三刀 成见恩科殿堂考场 他纵容属下偷工见料 以辞充忧 从中贪污自肥 大约有五分之一左右的木料食材 都被他盗卖了 天哪 简直是害人听闻 他怎么能这么干呢 对了 这个马三刀当年在打仗的时候就是个亡命之徒 他有什么干不出来呢 还有 这回 李相栽定 为何 马南山是李擅长的意志 也是李擅长一手安排到公布当主事的 更可怕的是 营造考场的差事下到公布以后 马南山就争抢这桩肥差 公布上述曾经兼具不给 他就求李擅长说话 对了 烟榜 那是 老奈 和杀 和杀 那是 把帅剥子 他知道 你只是坚持 我 这些人 印时候 爱 李擅长 这是 他 不认识 不管怎么说 这回李相 真的得告老还乡了 杨倩 李擅长是皇上的老臣 我劝你不要把他往死里整 可是再说 你也整不倒他 杨大人 皇上召您禁戒 告诉老人事 这是承担料厂 刘掌柜的贡状 烤厂的木料 多由他出营收购 这是凤鸣酒楼的账单 两年来 马南山在酒楼 欠一八百余两 这是工程程建商们的罪状 他们工认 和同马南山一伙 暗中探墨 干得不错 没想到你真的在三天之内 查出了贼窝子 皇上 臣虽然按时完柴了 可是臣一点也不欢心 面对这些 辜负了圣恩的贪官污吏 臣只感到痛苦 和愤恶 马南山人呢 公外戴罪 禁皇上 马南山之所以任公布四平主事 是李相国一手案子 这事咱知道用不着你提醒 是 禁皇上 马南山在等 禁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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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丑事都是你干的 是努才干的 你 你怎么这么才美心窍啊你 朝廷给你这么多的放银 难道不够使啊 愚蠢 禀皇上 确实不够使啊 皇上 咱跟您说 封娘老营的弟兄们 个个都升了官 李哥和刘四还娶了俩老婆 起了楼 治了田产 救我骆驼 至今还没续过女人 好不容易某个公布差事 刚干了两个来月 就栽了 行行 行了 咱叫你来 不是听你诉苦的 母才有罪 母才给皇上丢人了 说吧 倒卖了多少银两 总共有三千几百两 下头人分了八百两 奴才自个赚了两千五百两 花了二百多两 剩下有 没让你报证 你还好意思说你 奴才向来有 不瞒皇上 皇上问啥 咱就说啥 不能有半句假话 上下赃银 送交公布 等着治罪吧你 皇上 奴才没有银两了 你 你刚才不是说还有两千多两的脏银吗 这几天工夫你全都花响了 不 奴才看上月星楼一个湖南妹子 咱想娶她 她也答应嫁给咱 但她说 要用三千两银子替她送身 所以 奴才就把所有的银子给了她了 丢人呢 丢人呢 你 你娶个妓女当老婆呀你 去 找她 把银子给咱要回来 她收了咱的银子就没影了 奴才怎么着也找不着她 马三道 马三道 你怎么当时不死在战场上啊你 杨夕 陈赞 带走吧 是 皇上 走吧 护注 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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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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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太阳走 都来说情了是吧 好啊 咱也有一肚子委屈 没地方说呢 你们先说 皇上 马三道寸步不离地跟了您那么多年 在博阳湖血战的时候 他的两个儿子都舍身炸了敌船 他们家都断了后了皇上 皇上知道不 马三道虽然贪污了银两 但在这些年 把自个儿奉银的银两全部拿出来 给死去的兄弟们的衣装们了 皇上 禀皇上 弟兄们都商量过了 马哥断了朝廷多少银两 咱们记得快 这皇上饶得一变 全皇上饶得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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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大人 正午已到 马三道 上屋吧 到 到 闪开 别人自个儿走 别人 离开 慢着 我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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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大人 杨 大人 马叔 马叔的棉子铁拳 我替他赎回来了 晚了 好 今晚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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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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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的那庄院子 银子干净吗 李三勇 你纵容家奴 仗势害民 连县太爷都管不了你的家奴啊 还有你 蓝玉 你竟然造了九丈场的大龙舟 把秦淮的所有的歌迹 全都集中在这艘船上 整日间吃喝嫖赌沿江而下 你疯啊 当年红毒雪战你有多疯 现在就有多疯 开国之前 有人发明了一个词 骄兵汉将 说谁呢 就说你们呢 受点大礼之后 又有人发明了一个词 叫做怀西勋贵 又说谁呢 害他们训你们 这次能杀人呢 知道不 为何呀 因为你们已经激起了民怨 已经威脅朝廷的安慰了 天理难容 此事 咱绝不能坐视不管 马三道这事 就是给你们最好的教训 皇上 马南山已经伏法 免死铁券被他换了酒喝了 刚刚才数回来 他留下什么话呢 他骂臣说 凭你砍不动爷的脑袋 也有免死铁券 都是这个免死铁券害的 你们以为只有他 你们就生出三四个脑袋来了 你们犯了法就死不了了 是不是 告诉你们 这是咱给你们的一份恩典 没有给你们贪奔王法的权利 杨县 臣在 咱后天要去太庙 祭祖告天 你传职给那些持有免死铁券的功勋们 就说 咱在太庙 会点燃那只祭天的大铜炉 咱在那儿候着 如果谁主动地交回免死铁券的 欢迎 不交的 咱也不勉强 让他以后 自个儿珍重就是 臣灵志 咱不见 咱们 洪洞侯兰玉 主动请交免死铁卷 曹国公李文忠 主动请交免死铁卷 定国侯陆忠亨 主动请交免死铁卷 宋国公冯圣 主动请交免死铁卷 武定侯杭圣宗 主动请交免死铁卷 平安侯孙庆 主动请交免死铁卷 华月侯正欲 主动请交免死铁卷 相国公李擅长 主动请交免死铁卷 相国公徐达 主动请交免死铁卷 王法如天 无路归见 现在咱可以严刑执法了 当杀则杀 当战则斩 主动请交免死铁卷 该不宽容 该不宽容 乃 北方长 臣在查完这件案子的时候 发现李相国 屡屡在朝廷各部安置亲信 有结党营丝之嫌哪 陈斗胆建议撤换李善长 任命刘伯温为中书省臣相 如此 中书省定能高小贯彻皇上义职 治国理政 整顿朝纲 李善长 跟了咱大半辈子 功勋卓著 咱实在不忍心把他拿下呀 再说了 咱也得讲仁义不是 是 来 谢皇上 杨仙哪 你那点心思 咱闭着眼睛也看得清清楚楚 你呀 那其实是自个儿想当中书省丞相啊 恩公 连你也交了免刺铁卷了 交了 我那道铁卷呀 免刺三次 都是虚的 如果皇上要砍谁的头 那铁卷也救不了他 那铁卷也救不了他 因此 留他也无用啊 这回 杨仙又大获恩宠了 恩公 这个奸人一日不出 那咱们就是利润当凶 芒刺赛倍 绝无太平日子过 这我知道 不光你 从太淼回来时 我和太子同车 连太子也认为 杨仙心底太独 手腕太狠 太子心里十分讨厌他 但皇上欣赏 他也无奈 太子贤明啊 当然贤明 就是太过文弱 见父皇就怕呀 恩公啊 杨仙志在中书上大位 他不达目的是绝不罢休的 难道我们就束手待毙吗 自从杨仙入阁后 我一直在琢磨这个人 真是越琢磨越奇怪啊 你想想 像他这样克毒之人 怎么会是贤历呢 分明是个库底 他今日如此阴险 就证明他昨日未必良善 哼 这等人呢 有本事 但肯定也有见不得人的地方 只是咱们还不知道罢了 请向国示下 过些日子 我安排一次外巡 你亲自去 先从杨仙的老家开始 然后是他扬州认署 你给我细细调查他的老底 从他的祖宗八代开始查起 过去有无和袁廷来往 年轻时有无贪色失足之内的丑闻 扬州认上 有无善权妄法之过 秦鹏家福当中 有没有谁 行贿纳赃 妄法害民 总而言之 他只要是个人 屁股里就肯定有事 何况是杨仙 你只要下功夫长 必能救出他的把柄 恩公请放心 属下罢案的本事 绝不下于杨仙 你找谁 这位兄弟 请并报复台 胡威庸拜见 扬州城能有今日 你鲁明义 鞠躬甚微 但是功劳 都叫扬县站去了 而你现在 仍是个扬州主部 代理府台 我还知道 你惧怕杨仙 担心风声传出 会给自个惹祸 是不 现在 我把底告诉你 此次 我是奉旨巡查 朝廷对杨仙的 昔日政绩 颇有不解之处 比如 两年全面复更 三年大货丰收 可能吗 再比如 扬州城 虽然人口激增 但也有不少返乡之后 竟又外逃了 他们为什么要第二次 背井离乡呢 这你不也知道 当然知道 朝廷 给过扬州那么多物资 都用到哪儿去了 用得是否妥当 还有 刑部曾经 接到过一桩 来自扬州的 无头状书 状告知府 善行酷法 逼死良民 只因施主 不敢署名 这桩无头冤案 就割下了 怎么 刑部直接当一封状书 哦 难道 有过许多封吗 如此看来 都叫人压陷了 只有那一封 无头状书 是漏网之鱼 对吗 属下不清楚 鲁明义啊 该说的我都说了 只要你配合本堂 调查清楚 中书省 在半月之内 升你为 扬州之府 四品 或许你 不愿意再在 扬州城干下去了 那也成 说出地方 愿意在哪个州 做知府 中书省 给你调换 胡大人啊 杨大人的隐情 下官实在是不知道 既然不知道 又何来隐情二字 你是心存惧怕 不敢说罢了 对吗 本堂 完全理解你 丝毫也不怪你 这样吧 你什么都不必说 一个字 也别说 你只要 给本堂安排几个知情 鼠吏 百姓 或其他什么人 由本堂自个 调查清楚 事后 本堂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会坚持 这么一句 鲁明义 什么都没说 一个字也没说 都是我胡文雍 自己调查出来的 你看 这样成吗 成 谢胡大人 应该我谢你才对 至于安排什么样的人 卢大人 应该有数吧 下官有数 胡大人 人都在里面 胡大人 下官 可什么都没有数啊 放心吧 你什么隐情都没说 这是事实吗 下官 再敷衙 悖酒 恭候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夕阳下再挥手 一曲同样 天地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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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